欢迎光临 您先到这边休息一下 好 你们先坐 我去给你们倒茶 好 老婆 人家大上海就是不一样 连小店都这么讲究 看看这茶具 比我们家不知道要好多少 那我们就买几套回去好了 好 乡下人 这你们就不懂了吧 给你们点甜头 是为了留住你们的钞票 在晚居呀 有钱就是上帝 这没钱呢 左边大上海也没人会理你们 大少奶奶 快出口 够杖人士的东西 成天给我指手画脚 你 老婆 这家店太乱了 咱们走吧 走 两位 大嫂 你是来帮我做婉居的 还是来给我搞破坏的呀 童韵婉你什么意思呀 我好心好意地帮你招呼客人 可你却当着下人的面训斥我 你让我这个大少奶奶的脸 往哪放啊 可我根本看不到你的诚意 我没诚意 我没诚意就不会 你可得罪婆婆也要来帮你童韵婉了 可你呢 非但不敢恩 还三番五次地刁难我 大家都是独家的少奶奶 凭什么你当老板让我当小公 大嫂 你这不是强词夺礼吗 好 我不跟你视了眼说话 我走 我走还不行吗 大嫂 大嫂 雪竹在外面到底行不行啊 回来啦 你回来啦 我还以为你真爱干 那啰哩巴嗦的生意呢 你让我去晚期做卧底 我都去了好多天了 你却岸边不动 俗心每天都使唤我 使唤来使唤去的 我都快累死了 我的智慧 岂是你能了解的 我有办法让佟与丸倒大霉 什么办法 我们允威的这个办法好得很 不过需要你帮忙 如果你帮得了我们母子俩 我明天就把杏儿给送走 如果你帮不了我 就别怪我这个做婆婆的不帮你 到时候我们允威肯定是会纳妾 说吧 什么主意 一会儿你先回晚居 施展我的魄力 干一件惊天地弃鬼神的大事 大事 你等着瞧吧 大嫂 你这次回来是不是都想明白了 反正我现在也无家可归 只能留在婉居里 以后你说什么我照做就是了 大嫂 你这次回来是不是都想明白了 反正我现在也无家可归 只能留在婉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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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 以后 来 先歇一会儿 苏熙给我熬了生汤 我让她给你端一碗来 苏熙 生汤拿过来 嗯 大嫂 小姐 趁热喝 这是太太专门托人给你带来的高丽参 只有一颗 这些天你比谁都累 怎么能给她呢 苏熙 大嫂是自己家里人又不是外人 一碗生汤能比家人重要吗 那 大嫂 小心烫啊 走 别打了 打 跟我可恨的打 是 别打了 别打了 大哥 你为什么要带人砸我的店 别叫我大哥 我带人砸的就是你的店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你破坏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 我 我什么时候破坏你们的关系了 雪珠 雪珠你过来 把头一丸挑唆你干的事儿 一五一十地跟大家说一说 不用怕 弟妹 我是答应你来晚居帮忙 可是 可是你教我写的离婚书 你让我跟允卫打官司 搞他虐待 我无论如何也做不到 毕竟我们 一日夫妻百日恩 我 大少奶奶 你血口喷人 你怎么能诬陷我们家小姐呢 大嫂 你扪心自问 我说过这样的话吗 你看 现在天色也不早了 马上就要黑了 你还不让我回家 我只能留在婉居 让我们夫妻分居 大嫂 晚居加班 是常有的事情 这怎么能算作 我挑拨你们夫妻分居的理由呢 童玉婉 你是个洋学生 你在法庭上 都能够振振有词的 我说不过你 不过我们二房还没死绝呢 你怎么能够这么欺负人呢 你还不如拿把刀 把我给杀了 二少奶奶 你怎么可以挑唆我儿子 跟儿媳妇离婚呢 你这不是当众让我们 让我们二房出丑吗 你说你 二太太 你 快快 坐下 坐下 快 好啊 你同意完 你想气死我母亲啊 砸 给我砸 不能砸 大嫂 这段时间 我对你仁至义尽 我不求别的 只求你说句真话 做人可得讲良心呢 童玉婉 你不要费心了 我跟雨薇 我不会跟雨薇离婚的 童玉婉 你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 我今天非好好地教训 教训你不可 哥 我老婆怎么着 也轮不到你来教训啊 你 放开 放开 你 大少爷 你你你你 你怎么可以打允团少爷呢 不得了了不得了了 允团 这是教训 你没有关好你媳妇 走 谁敢打我的允团 都不许走 允团是这个家的嫡子 在这个家除了老爷 谁敢动他一指头 大妈 我也我也不是 是玉婉 她挑唆雪竹跟我离婚 我实在气不过才动手的 我也没想伤到二弟 我是误伤 二弟 好啊 你口口声声说 玉婉挑唆雪竹离婚 证据呢 证据在哪里啊 在 不就几个时髦词吗 什么没感情之基础 夫妻性情不和 这谁想出来的 谁想出来的 这还有谁呀 当然是童玉婉这个杨学生想出来的呀 我们根本就不懂 什么叫性情不和呀 对 不是我写的 真的不是我写的 你当然不会承认了 大妈 我们家只有她上过法庭 说起这些新法律名词 她一套一套的 你们怎么能颠倒黑白呢 不妨卖了 你一定要 你忽然不和她 都不和她 你不和她 你不和她 她说 我一定会承认她 你不和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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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懂是怎麼回事 你們模仿的是 平時玉碗寫帳本用得歷書正看 但是玉碗在寫書信的時候 喜歡用童子宮行書 這你們能模仿得過來嗎 你怎麼會知道我的筆記 你平時給我寫那麼多情書 我怎麼會不知道呢 這是你新婚前夜 給周庭辰寫的情書 你說啊 好 今天 都跟我回去 咱們一起去見老爺 讓老爺看看 看看允堂的傷 看看允威 是怎麼偽造離婚書的 我 今天 大家都當著老爺的面 咱們讓老爺來個公斷 大姐 都是我的錯 都是我的錯 求你 求你別去見老爺行嗎 允威 快 還不給允堂道歉啊 大媽 允堂 大哥不小心傷了你 對不起啊 你千萬別往心裡去啊 那玉碗呢 那玉碗受了那麼大的委屈 她那份呢 玉碗呢 都是二媽的錯 對不起啊 你 你大人不計小人過 原諒二媽吧 二娘 快起來 大人不計小人過 那 婉拒的損失呢 怎麼算啊 那 那就從我們的月前裡扣吧 啊 好 蘇西 一筆一筆算清楚 看他們需要賠多少 好 一萬三千六百七十二塊三毛 一萬三千六百七十二塊三毛 聽到了吧 一分也不能少 好